你好,我是Emerson, 欢迎来到Good Talk, 讲得好, 哪个讲得好呢? 圣经讲得好, 在困难中依靠主, 于是药室在那里坐牢, 但耶和华与药室同在, 向他施恩, 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, 创世纪39章20-21节, 药室在被卖到埃及之后, 受苦的故事给我们很大的鼓励, 他受的苦是很可怕的, 但那时候神好像没有看到, 又没有听到药室所受的苦, 就算是这样, 药室仍然是紧守他的信心, 事实上, 神是对药室的心说话, 亲爱的药室, 耐心等候啦, 相信我,不要绝望, 紧紧持守着, 你从父亲听到的, 我的应许啦, 就这样, 神透过药室的父亲过去, 对他说过的话来鼓励他, 但是那时候药室似乎都没有听到什么, 也没有看到什么, 神似乎显得又浓又猛, 但是药室相信神给祂祖先的应许, 他心里面这样想, 神应许要永远, 和阿伯瓦罕的后裔同在, 我相信我祖先的神, 接着神又在药室成为埃及的宰相和拯救者的时候, 用奇妙的方式来跟祂说话,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例子, 就是等我们在受苦的时候, 可以有耐心, 这样不理我们的警方是多么悲惨, 都不会对神抱怨, 当然啦, 在药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, 我们的主, 被他父亲, 他心爱的父亲, 和他分离的时候, 他的确是曾经经历到无与伦比的痛苦, 他那时候呢, 以为自己一世都要做奴隶, 永远都得不到自由啦, 我们的主, 我们的主仍然容许这样的遭遇, 临到我们身上, 临到我们身上的恶劣境遇, 这些恶劣的境遇, 并不表示神已经弃绝了我们, 或者是对我们发怒, 而是证明祂是爱我们的, 祂让我们知道神是用这些事情来考验我们 以上的文章是来自马丁路德的作品 信心日忍 by faith alone 愿神祝福你